中華民國幼民視障協進會與高雄市齊名協會 近日分別舉行會員大會 聚焦於促進身心障礙者的福利 權益以及運動發展 這幾場重要會議的召開 希望能夠確保視障者能夠更健康 更獨立的生活 並在社會中實現自我價值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開中華民國幼民視障協進會的會員大會 還有高雄市啟米協會的會員大會 還有高雄市體育總會生意大運動委員會的委員會 還有中華地板滾球的理監事會 還有韓蘭球的理監事會 中華民國幼民視障協進會理事長林錦成在會上強調 協會的核心目標是全方位支持示障者 幫助他們在就學 就業 就醫和就養 四個方面獲得英文的權益和行為 這不僅是協會的責任 更是社會的共同目標 我們以上這幾個會我們合在一起 來一起召開 讓大家能夠共襄盛舉 大家能夠共進一場 來發展我們的身心障礙者的福利 還有他們的權益 還有他們的這個運動的部分 讓我們身心障礙者能夠更健康 更好的發展能夠獨立的生活 以上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林錦成理事長指出 運動對於提升視障者的健康和生活品質至關重要 協會將在會員大會上討論並制定進一步推動 視障者運動發展的計劃 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各種體內活動 增強體制 提升自信心 並促進學家的能力 我們協會 像救命跟警民最主要就是 幫忙這些視覺障礙者 能夠救血 救藥 救醫 救養 能夠幫他們服務好 然後讓家長沒有後負之憂 讓小孩子能夠在這四方面 能夠勇氣的發展 能夠獨立的生活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那中華帕拉林地板滾球 跟巴拉林紋理感染球 最主要就是 還有體育運動總會 就是為了讓這些孩子能夠 身心障礙者能夠有好的 一個體育的發展 能夠為果爭光 然後能夠發展強健體魄 讓大家自己能夠身心健康 那心靈也健康 用名視障協進會 與啟名協會 不僅關注視障者本身 也重視家長的需求 協會將持續提供各項服務 與支持 減輕家長的負擔 讓他們對孩子的未來 充滿信心 學會的終極目標 是幫助視障者 實現獨立生活 讓他們能夠 在社會中自立自強 確保視障者 能夠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 保障他們的健康需求 提供完善的養老服務 讓視障者在年老時 能夠安心生活 感到最高的一位 人生的健康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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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